高雄岡山这一栋屋林二十九年大楼 瓷砖大片剥落 看起来像贴狗鼻膏药 下方加装防护网 住户出入要戴安全帽防止被砸到 只要碰上台风下雨 就会下瓷砖雨 警方甚至还来风路过 危险的状况已经十多年 之前预估修缮费用达六千万 高价让许多住户不愿意出钱 现在最新进度超过九成住户终于同意 下个月就要开始动工 户终于环境也是比较好 住得比较有个安全感 掉下来很可怕 真的很可怕 我怕会砸到 安全上 就比较没有那么危险 能尽快是尽快 公布栏上公告 五月十号要拆外墙体栏网 六月开始搭应价 整栋有164户 每户要出35万元 总计5740万元的修缮费 预计115年12月完工 也已经有初步瓷砖的样式 黄色底黑白乡间等供住户票选 本来高额修缮住户不愿意出 但真的不能不处理 因为实在影响房价 还是会影响房价 可能差个一两万应该有 就大楼大概都二三四年的 还蛮多的 我觉得这个房价不会再涨上去 房仲出估30年左右大楼 一瓶落在17到20万 拉完瓶一瓶会多1到2万 大楼管委会表示 目前还有20户不愿意出钱 将会送调解走法律程序 毕竟除了房价 出入安全更重要 6000万天价 此专修缠拉皮终于要动工 住户也松口气 三选湖心股仙 高雄报道